青咖喱海鮮 青咖喱海鮮可能大家吃得多 但是青咖喱海鮮和椰青有一個非常曖昧的關係 因為你把椰青裡面裝著青咖喱來焗熱 椰汁的香味會滲入咖喱裡面 是好吃很多的 大家試一下吧 材料有椰青、雜錦海鮮、泰國元茄、秋葵、青咖喱醬、椰汁和九層塔葉 第一步我們要把椰青爆開 椰青爆開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椰青裡面的水倒入鍋裡 然後把椰青裡面的肉滑出來 然後把椰青切碎 切碎它 然後再加一盒鹽汁 將青咖喱醬倒進去 然後我們就處理這些圓茄和秋葵 其實圓茄是非常簡單的 如果你喜歡剝掉這個釘子 你就這樣削掉 然後把它切成一半 或者是四分之一 若你喜歡一支的話 你可以這樣削掉頭的硬皮 然後把它切到你喜歡的尺寸 就是這樣 剛才那個椰汁椰青水加青咖喱 放了一些椰青肉下去 我們就一直煮著它 目的是剛才它有很多水 那就收乾它一點 收乾到它... 剩下一半左右 令它稍稠一點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茄子和秋葵 倒進去 其實這些茄子和秋葵很快熟 但是我們都留著海鮮 待會再放 因為海鮮真的煮太久 它就會老了 所以我們都是煮熟了這些秋葵和茄子 煮到差不多了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先調一下味 你知道煮泰國菜 其實就不放鹽 我們就會放魚露 還有如果你有椰糖 就更加好 今天我是沒什麼糖 那你就可以加沙糖 其實... 如果那個青咖喱 你覺得太過辣的話 通常就會加糖來蓋辣味 因為糖是可以消除辣味的 現在調好味道 我們才加海鮮下去 我們再試一次味 嗯...正好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加這個... 這個... 海鮮雜 這樣下去了 那當然啦 你也可以用新鮮的海鮮 那些什麼海鮮 呢 譬如蝦 啊... 青口啊... 嗯... 茄子啊... 都是非常適合的 那這裡煮它大約三分鐘 然後我們呢 就可以把它倒進去椰青裡面 然後... 再燒熱那個椰青 例如把椰青的椰子香味 逼進去咖喱裡面 其實呢... 老實說... 現在就這樣呢... 都吃得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 如果這個表演再漂亮一點 還有... 那個味道再多層次一點呢 你就真的可以好像我這樣 將這些海鮮啦... 還有一些菜式 倒進椰青裡面先 然後把椰青椰子倒進去... 然後在這個鍋裡呢... 一路... 煮它... 煮到... 它... 有煙出 滾回 最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九層塔葉放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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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